接下來的話,有關其他的介面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還有一些東西還沒講完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就是大概說明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像如果你今天儲存的東西是要存在本機端 那資料不多的話,你可以用Local Storage 這個東西,這個有點像是那個網頁裡面那個Cookie 不過那個Cookie Cookie的這個好像只有只能夠容納4K 還是什麼,檔案非常小 如果你太大的話,不好使用 而且會有安全性的顧慮 所以會比較建議用Local Storage 那後面還有像那個本地 就是你手機裡面的那個資料庫 會用那個Web SQL Database 不過你會想說,老師那 為什麼不乾脆就用那個本機端的那個這個SQL 直接來用就好了 那問題是怎麼樣 你這個預設裡面沒東西嗎 一般也有可能就是說 你可以從資料庫裡面的 這個遠端的Server那邊 把資料撈下來 放在哪裡?放在這裡面 可不可以?可以啊 但是這個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沒辦法 講得太詳細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新增地標 裡面的話類似像 完成有點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新增地標 也可以顯示裡面資料 也可以刪除裡面的資料 但是它其實也是一個資料庫 它的副导名我記得就是.db 跟那個原生的方式那個SQLite很像 幾乎好像是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因為存起來我看裡面的格式 好像用那個SQLite Express的那個一個 那個程式可以把它開起來 裡面看起來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放在哪裡?放在你的App 跟木屋底下 會有一個.db的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放在你自己的手機裡面 OK 那可是跟遠端的資料庫有什麼不同? 它就是在你Logo端 一定比較快 所以你遠端的話 你還要連線 那可是如果你那個地方沒有網路的話怎麼辦? 那就不能walk了 OK 所以大部分有一些像什麼火車時刻表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吧 台鐵那個嘛 它大部分都是一打開的時候 會先確定你的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如果不是最新會怎麼樣? 它會提示你說 你要不要從那個遠端的資料庫下載最新的 到你Logo端 那有點像這個味道 就是說它Check一下版本 如果版本不是最新的 它就告訴你要不要下載 那是從網路上面下載到你Logo端 這個好處就是說 在Logo端跑起來一定是最快 而且也比較不會說 像因為網路的關係沒有連線就不能用了 OK 那怎麼用會是最好了 我想你可以自己去取捨 遠端的好處是怎麼樣? 你可以比較SERVER端集中管理 但是Logo端的好處是怎麼樣? 你可以方便去快速的存取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沒辦法講得太深度 裡面有這些東西 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程式碼也在這邊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話 這是Logo端的部分 用的預法 用的是JavaScript 所以其實也有點點 難度當然也是有點高了 裡面的話主要就是利用什麼? 一樣是去連結界面有幾個東西 最後的話呢有一個什麼?也是一樣 用Function裡面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 Open 那個什麼? Database 然後去做建立的動作 如果沒有的話會提示 如果有的話呢 就是說直接開起來 那怎麼去刪除 等等的這邊有刪除 怎麼去SERVER 你會發現語法也是一樣 也是用什麼? SQL的語法 有沒有? SERVER所有 From Table 01 後面的話就把資料抓出來 Show Insert的話 這邊也是什麼? EXCUE SQL Insert into有沒有? 這用的其實還蠻像 而且這個語法跟原生的SQLite 其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東西 那不過今天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看那個 有關遠端的資料庫 該怎麼去做設計 那因為這部分的話是新的 其他還有像 那個書裡面有提到那個 第五章的 來去台北住一晚 這個範例呢 主要是講那個 有關Jason黨的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用途是因為 台北市政府有一個開放資料 它是放在網路上面 JSON J-O-N 的一個檔案 JSON 對 JSON J-A J-S-O-N J-S-O-N JSON 然後呢 它是 隨時都放在網路上 那你怎麼去把它抓下來 就是你可以透過像 這個 JSON 然後呢 它的檔案 它有點像是開放的資料庫 只是說它不是一個資料庫 它是隨時可以抓下來的一個檔案 那如果你說你要Show 在手機上面的話 你可以去連結那個檔案 那個檔案有點像Java的物件 你可以什麼 把它去解析 裡面它的結構一定是大瓜糊 裡面再包一個大瓜糊 頭一定是欄位名稱 冒號後面就是它的資料 然後再一個欄位名稱 再一個資料 然後全部包 那你怎麼辦呢 你如果要在手機裡面Show的話 就必須跑一個回圈 先把這個東西放在一個物件裡面 再跑一個回圈 把這裡面所有的欄位 通通抓出來 塞到你的什麼呢 你要Show的那個介面上面 包含也許是一個什麼 也許是一個list view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 這個 不是用Jason 我們今天主要是把 這個 202部分 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我們的手機版本 那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 我要怎麼去用手機連結 哪裡呢 這個我們來看 第一個就是 如果今天 要跨出第一步 其實就不是很容易 第一個就是 我先把這個先置信起來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查詢 那我就直接按查詢 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把這裡面 所有的資料 通通就秀出來了 比如說我今天給他一個 這樣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裡面的話呢 有1到5頁 那如果將來呢 我希望能夠在手機裡面 因為手機 你說真的 假設你今天是放 這個四欄 你要把它塞到什麼 手機裡面 一定會感覺很狹窄 所以通常怎麼樣 乾脆不要了 後面這個不要了 我就直接顯示書名 裡面的話呢 就直接把我的書名 直接秀在手機上面 但是你也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那用哪一種方式來秀 會比較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秀的方式是table 就是表格啦 可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呢 是在手機上面秀表格的話 其實看起來不美觀 不漂亮 那前面我們有交過那個list review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一樣的道理 可是呢 我的結果不是在那個網頁 而是在手機裡面 類似像這樣 我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做好的 我希望顯示記錄 但是是在哪裡呢 是在我的手機裡面 即時看一下好了 類似像這樣 這個紀錄的話呢 是從什麼 我的那個 應該是從資料庫裡面 撈的話只有撈一個書名 其他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讓人家看詳細頁面的話 可以再加一個超連結 點擊 跳進去可以看詳細資料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的頁面 該怎麼做出來的 實際上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 在我們的 剛剛那個PHP 第一個page裡面 是一個介面 我們先不要講介面 我們先看第二個頁面 如何去把資料抓出來 這個有連結 其實主要是這邊的連結 那如果連結完之後 要把它秀出來 那它是秀在哪裡呢 秀在這個 我們的table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有個table 那可是呢 我今天不是要秀在table 而是要秀在list view的話 那你要必須 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修改 那我主要做哪些事 一 在 這一個 頁面 不過它還是一個PHP 這個PHP 一樣在開頭 需要做連結資料 這個MySQL的動作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一樣去把資料抓出來 最重要是 這個地方 一樣要插入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 我名稱叫 這個名稱 也許我叫做那個 叫做page好了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上面它的header 叫做顯示記錄 底下的話呢 會用一個list view 把資料呢 通通放進去 list view前面我們講過了 它裡面的結構呢 一定是一個什麼 一定是一個 還記得吧 一定是個ul data law 等於什麼 list view 那裡面的話呢 一定是一個li 一個書名放進去 結束一個li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底下這邊 你不可能說靜態的 一個一個慢慢做 那是靜態的 可是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資料撈過來 動態的一個一個塞進去 所以喔 中間這一段怎麼樣 它一定是一個動態產生的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動態產生呢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動態產生呢 就必須起一個什麼 PHP 好 PHP 所以喔 PHP的話呢 這個地方 我們 需要先做判斷 If 這個Lamber 這個MUM 這個變數裡面呢 假如有資料的話 有資料查詢結果 是大於0的話 表示說有查到資料 那我做什麼事呢 4一個回圈 從哪一個呢 從那個I等於0開頭 再到比數拿一筆 一直往下加 做什麼事呢 把資料塞過去 可是要怎麼樣把資料塞到這個 我的 JQuery Mobile裡面的List Review裡面呢 特別注意喔 關鍵在這裡 先抓到一筆 先抓到一筆之後 然後呢 把第一 把第二欄 其實它應該是第二欄 第一欄是0 第二欄是1 所以把1的話指的是 書名那一欄 幫我放到這裡面來 那怎麼放過來喔 先把一筆抓過來 先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再用Echo的方式喔 把這一個 LI有沒有 再加一個 串接符號 這個點是串接 有沒有還記得吧 那個PHP裡面的串接 就是個點 第一欄裡面的資料 再加什麼 一個 斜線LI 所以這樣的輸出的話呢 它就會動態的幫你產生 一筆資料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它繼續抓下一筆 再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知道什麼 全部的資料 通通抓出來了 對不對 抓出來之後的話 記得喔 其實關鍵應該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 然後呢 斜線 UL指的是什麼 就是結束那個 我們的List View 對不對 所以它的結構 一定是從 這邊開始 再到這邊結束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這個斜線 這個應該是 Content的那個 結束 這個是 這個是對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Page 整個Page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結束我們要的這個部分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 如何把所有的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撈出來 那請各位第一個就是 先一樣 新建一個 這個檔案 一樣是從這邊 建一個HTML5 按建立 好 建立完之後的話 一樣我要把那個 放在Page裡面 所以這邊一樣就是 插入一個那個 JQuery MOVA的頁面 那這個頁面的話呢 我們直接就是 只要頁守就好 不要頁尾 那名稱叫Page 好 所以第一個練習的話 就是把所有資料呢 通通都抓回來 那 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 裡面我是放 好吧 顯示 那就叫顯示所有資料 好了 那內容的話 就是要放什麼 放個List View 那頭就是資料庫那一段 那一段實際上在哪邊可以找到 其實就是在那個 202裡面的程式碼 的 我是放在程式碼裡面 其實就是這一段 那 把這裡面的那個 slate語法 你乾脆就是沒有匯而止據 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抓出來 那 把這個table 改成什麼 改成List View 有沒有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修復出來 這裡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說 我們大概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然後我把那個 最後的完成的畫面 直接就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然後我剛剛有新增的一個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叫做 App如何連結資料庫 就放在最前面 那 裡面的話大概分成兩個 兩段程式嘛 這兩段程式碼的話 第一個就是 特別注意 我把它切到這個顏色 可能沒變 我把它切到這邊來看好了 第一段程式碼 其實應該各位 應該還算蠻熟悉的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呢 基本上就是 連結資料庫用 然後呢 下面這一段呢 是顯示在那個 下面這一段 是顯示那個 在 List View裡面 OK 兩邊是拆開來 當然 將來就是從 這邊做延伸的 因為如果這個基本的 你不是了解的話 那當然 你要抓資料 就會有問題 那我是把它放在哪裡 基本上呢 我是把這個程式 放在 這一個Content裡面 把它切 這個 這個切過來這樣 這邊有Content 對不對 Content裡面 Content裡面的 下一行 就起個PHP 然後結束PHP在這裡 這一段 那裡面做什麼 其實應該很好了解啦 第一個就是連結那個 我們的MySQL嘛 那資料庫 再來是資料 表 有沒有 Seql語法 MySQL 資料庫 資料表 那語法是UTF8 因為如果你這個沒有 加UTF8的話 它會 出現的 就會是亂碼 OK 所以這很重要 再來呢 執行Seql語法 就是把這個Seql語法 丟給MySQL 幫你查 查完的結果 丟給這個 好 ROOTS 等於是所有的紀錄呢 通通都返回在 這個ROS的這個 變數裡面 這個ROS裡面的變數裡面 它有點像是一個表格 是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 就把所有東西 通通放在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 去知道說到底有幾筆紀錄 所以用LAM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也有用到啦 不過我取的那個變數名稱不同 好像前面叫做一個叫REOUT 反正結果是一樣的啦 OK 然後呢最後就把這個連線關閉 這個應該都很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連結 利用PHP連結資料庫 都大同小異 那只是差別就是怎麼樣 你要在手機上面秀出 是一個 手機的那個List view的話 就是在這邊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呢 記得喔 要放在外面 你不能把它放在裡面喔 如果你放在裡面的話 要加一個ACO 你可不可以放裡面的話 要加一個ACO 為什麼 因為它輸出的話 才會是一個HTML語法 你如果放在外面 它就是一個HTML 那你這個地方要記得啊 或者乾脆 你就乾脆怎麼樣 整個 不要一個 全部放一起好了 乾脆這樣 就是直接這個ACO有沒有 放在這邊 假如說你要全部放一起的話 那就是一個ACO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尾巴 好 有沒有 然後這個頭跟尾 就可以不用了 好 這個 到這邊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全部 通通都把它包在一起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再加一個分號 好 ACO就是 把這個有沒有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 網頁裡面 把它save一下 ACO 這邊 那如果遇到這個的話 如果用單引號 單引號試試看 印象中應該是單引號OK 因為它裡面是雙引號 好 那或者是說你要用跳脫字圓 然後斜線 好像可以用那個斜線 雙引號 這個再試試看好了 斜線 我先用單引號試試看好了 OK好 或者可能要分開來 我把它即時看一下 儲存 那我儲存的名稱的話 這樣不行 所以這一行恐怕不能放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如果說要放裡面的話 可能在JQ Mobile 在網頁裡面是可以改成單引號 可是在JQ Mobile 它好像不接受 所以變成勢必 你必須把它切開來 那切開來的話 變成說一個結尾 一個開頭 所以這邊一個結尾對不對 對應到前面 然後開頭的話呢 是對應這個底下 所以先一個什麼 先一個 UL開頭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一個UL結束 都是放外面 裡面的話呢 就是輸出那個LI 其實基本上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LI 串接 把它的那個紀錄放在這邊 輸出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了 把它Save 那我的存檔案名稱的話呢 是叫APP.php 連結資料庫 可以啊 因為它已經把資料丟給這個變數了 看一下 應該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只是說寫法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試一下 基本上 鏽出來就長這樣子 那我是把它拆成兩段 一段是開啟 一段是顯示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剛剛有刪掉 刪掉應該 刪掉應該 結束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找一下 應該這個 再加一個 這一行 把這一行加上去 再把它做一個存檔 OK 那就出現 OK 那就出現 插了這一行 我剛剛再把這個 這一行 就是 有一個這個 一個函數 來判斷是否錯誤的 這個資料庫 是否有沒有這個資料庫存在 那加上去之後就OK了 所以我把程式也把它貼到這個雲端上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這個地方連線OK之後的話 那當然你後面就可以做很多的其他的變化 包含就是說 一樣可以做那個 就是說 加一個參數 也許我今天要查的是書名 那比如說我一樣在手機上面 那不過特別注意就是 我的查詢界面 就可以不要是PH 不要是PHP 界面可以是不要是PHP 但是如果你要去撈資料的話 那一定要是PHP 因為你HTML 沒有辦法去執行任何的程式 所以 只能夠去做一些靜態的 但頂多表單啦 表單是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說真的要連結資料庫 如果用原生的方式來寫 其實 還是不如這個簡單 為什麼 這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說 我可以把表單介面寫在哪裡呢 寫在我手機這一邊 那當我按下送出的時候 送出給誰 就送出那個表單 表單不是可以傳 那傳的時候呢 我們之前寫的是 在同一個Web 所以前面不用什麼HTTP 冒號 兩個斜線哪個IP 加哪一個PHP 我們是直接拿一個PHP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是要跨手機 跟PHP之間 所以將來的話 你需要怎麼樣 在前面傳遞的時候呢 必須是傳遞什麼 站外的 所以會需要一個HTTP 加上IP位置 加上哪一個網站名稱 再加上哪一個PHP 丟給他 他處理完之後怎麼樣 會丟回來一些東西給你 那你就是再顯示那個結果出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OK